2016年5月31号,百格时事为你整理各报评论。 首先是来自中国报的评论,题为,请停止戏弄人民。 自政府放行允许国会辩论一党的私人法案后, 马华、民政党、国大党几个领袖就放话说, 如果国会通过一行法法案,他们将会辞去部长的职位。 对此中国报专栏《甄子约作者》,甄子权就质疑道, 三党对于此事不可能不懂。 知而任性,还放任而行,不是任性,就是作秀, 打免费广告,拉高人戏,切割自保。 作者也说,若真要走的话就马上走, 要不就退出,一点也不冤枉,别怪东怪西, 就不怪自己,好像从没出席过国会一样。 如今一行法的闹剧和笑话会接连引爆, 对待戏多便无异,只会异了戏子。 第二则的评论是来自新宗日报, 题为,结合力量,拒绝一行法。 一行法课题的水球越滚越大, 新宗日报评论专栏新观点就指出, 一行法不适合大马的多元种族国情, 也与21世纪的文明相互矛盾, 绝不是我们该选择的路。 作者也说,在这关键时刻, 马华与行动党还在互相责备, 根本对于解决问题无尽于事。 如今,理智的做法是放下承建与分析, 结合一切的力量, 以捍卫宪法为号召, 阻止一行法的通过与落实, 保障人民的权益。 另外,作者也认为, 马华发动人民运动反一行法是正确的方向, 不过也需要提防有心人士将其扭曲为华设反对伊斯兰的动作, 所以这项运动必须得跨越政治形态, 以捍卫宪法的高度为出发点。 唯有这样,大马才不会走向伊斯兰国的单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